我之前说过,信息在进入意识之后,通过处理,赋予了不同的意义,打上或好或坏的标签,产生了不同的感受。 有些感受让你觉得痛苦,而有些感受则让你感到快乐。 但是你没能想到的是,真正让你感到痛苦的,其实并不是疼痛这类感受,或者悲伤这类情绪本身,而是潜意识对疼痛,或者悲伤所做出的某种抗拒性的反应。 这些反应,有不同的叫法,通常被称为习性反应,习气,或者夜习。 这里面的习,就是重复的意思,一直当它接收到某个信息之后,就会被处罚重复这一过程。 当你产生了一些被标记为坏的感受时,潜意识就会产生一种抗拒的反应,用来迫使显意识远离。 或者消除这些被标记为坏的感受,这个就是贪嗔吃中的嗔。 比如身上产生了氧的感受,这个氧会被标记为坏的感受,于是针对这个氧产生了抗拒的反应。 这个抗拒的反应,会迫使你的主观意识去挠氧,从而消除这个感受。 而当产生了一些愉悦的感受时,由于潜意识将这些感受标记为好的感受,所以潜意识会对这些感受,产生一种迫使主观意识去获得更多的反应。 比如常见的上瘾行为,以及各种各样的欲望,就是因为这样的反应造成的。 这就是贪。 佛家在讲如何离苦时,基本上都在说去除贪嗔,而没有说如何让你更舒服。